在定壓下,使氫、甲腕及氧的混合氣體100毫升完全燃燒後通過無水的過濾酸酶 讓溫度恢復到室溫測得氣體的體積為70毫升 在通入氫氧化甲的水溶液測得體積64,則最初氫跟甲腕的體積比為多少 我們假設原本混合氣體之中,氫有X毫升,甲腕有Y,總和100,所以氧氣就是100扣掉X,再扣掉Y 再來我們寫出它的燃燒反應式 那從係數比2比1就會知道氫氣跟氧用掉的就是2比1,所以假設左邊-X,那氧要扣掉2分之X 接下來甲腕燃燒的反應式我們也寫出來,甲腕一開始有Y,那完全反應就用完,所以-Y 氧氣呢係數兩倍,所以要-2Y,二氧化碳產生Y 從提議可以知道,那總生成的二氧化碳呢就是Y 那怎麼知道它量有多少,第二行尾巴有講,氫氧化鉀,通入強減就會吸收酸性氣體 所以70-64之間這個6毫升就是酸性氣體二氧化碳 所以從這裡推出Y等於是6 那再從提議知道,剩下的氣體64毫升是誰呢? 那就是氧氣,因為它沒有辦法作用完畢 所以剩下的氧氣有64,剛開始100-X-Y,這是起始量 那這後面是變化量,就是用掉的 在兩個反應式式之中,用掉氧的量這麼多 扣除之後等於剩下64 所以可以解出這個X等於是12 所以這樣才能推出氫跟甲腕的體積比呢是2比1 本題答案是A選項